南通县旭光高中空手道教练黄太极廖德兰夫妇 看着他们口中的孩子孤翠萍 南韩人圈亚运奋战确定夺筋那一刻相当的开心 教练黄太极不但包吃包住 连设备都全力供应 教练眼中的孤翠萍 他说会夺筋绝非偶然 平常我们练习完的下午 他晚上还会偷练 会成功的原因其实是不断的练习 然后也不断的在这个练习的当中 在求进步 顾翠萍跟阿渡部落其他孩子 一同在黄太极教练房子下生活 还有练习空手道 他们的梦想就是能够在国际赛事拿到金牌 现在终于美梦成真 而顾翠萍在人圈亚运女子50公斤级赛事 永多金牌 长期支持他的南投县议员许阿甘 表示相当的欣慰 十几年来 第一次有孩子在亚运拿到金牌 这个真的是得来非常的不易 梦寐以求 那真的是美梦成真 郭翠萍最大愿望就是拿世界金牌 现在梦想实现 而他也说 未来的梦想就是要回部落交小朋友空手道 让黄太极夫妇给他的爱能够继续传承下去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